双双你脚都善成这样了 阿芬怎么都不来照顾你啊 我给她发信息她还没回 可能在忙工作吧 没事了我不是有你陪着我吗 你啊你 阿芬哥你帮我拿下包 我去上个洗手间 好那我在门口等你 双双小语你们怎么在这里 双双脚都崩了你不理不睬 坐在这里给别人拎包 你到底是谁的老公 双双你别误会 我就是看范范一个人生命住院不方便 才来帮忙的 误会我们俩今天就站在这呢 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好吗 我看你就是不正经 双双我 算了小语我们回去吧 双双你等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不用了我先回去了 双双你别难过了 等阿尔绳回来我马上跟她说 让阿尔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灯兔子 她别想 喂 妈我现在在双双家呢 我一时半会儿还赶不回去呢 先挂了好一会儿再说 小语我没事你先回家忙吧 这怎么行啊 这时候我不能回去 哎呀我真没事你看 下午我婆婆就回来 你放心吧 那好吧那我回去处理好事情就赶过来 你别想东想西啊 嗯好你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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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小语啊怎么了 啊什么我马上回去 哎呦 哎呀 哎呀 我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悲语 只有你一个眼睛 双双 你这个时候拿了个行李箱要去哪里 我打算出去玩两天 你这是要和谁去玩 和小姨 那我先走了 对啊 去吧去吧 在一起 人潮涌紧我能看 阿浩森 你不是摘水果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知道我阿媳妇有点事就先回来了 双双啊 她不是说要和小姨出去玩两天吗 我刚才看见她坐着行李箱走了 你现在去找估计还没走远呢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这些婆媳 奇奇怪怪的 你能不能温柔地心 我虽然心太急 更害怕错过你那边 妈 双双呢 看你做的好事 芳芳急醒常委员 我把她生气一眼 被双双撞击了 好啦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儿媳妇 你再好好跟她解释 妈 我再去找找 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儿媳妇 没有 电话也打不透 这孩子 无亲无故的能去哪呢 我知道了 双双可能在哪儿 我去哪儿找找 妈 你全身都脏了 你先回家附近找找看 那好吧 双双 双双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 那个女孩子叫芳芳 是我们家以前的邻居 小时候 我被人欺负 你们不可以欺负 爸爸 豆腐拍 豆腐拍 你没事吧 没事 都是她冲在前面替我出头 然后呢 后来她的爸妈李毅 各自逐建自己的家庭 她只能跟着她外婆生活 再后来她一个人生活 遇到任何事都要这样自己看 这次是集醒常委员 实在熬不住了才联系我 我怎么能不管呢 原来是这样 是我不对 没有及时跟你说 你受伤了也没陪在你身边 让你伤心了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嗯 我们快回去吧 婆婆该担心了 嗯 好 我得赶紧给妈打个电话 走吧 拜拜 拜拜 我 走 就可以随便的 你说的 我都愿意去 小火车 白东的旋律 不可以是真的 你说的 我都会相信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阿媳妇过去洗手吃吧 好的 婆婆对不起今天让你担心了 说什么傻话呢 都是这个臭小子 怎么能怪你呢 不过阿婚看你这么大块头 最想不到小时候还会被人欺负呢 怕呀 小时候胆小的要命 是啊 要是没有帆帆户走 我的童年都得哭哭啼啼 你们啊都是大人了 以后凡事要稳重 再三思考后再做决定 夫妻之间要及时沟通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好啦 吃饭啦 嗯 你少吃一点 该减肥了 哎 婆婆 等一下 把通鞋换了 阿媳妇 我们家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 你一来就这么多讲究 婆婆 家里的鞋子比较干净 你还是换一下吧 听见冬天的离开 又这么辣吓我一跳 就是伤水不能喝 会到肚子的 哪来那么多事 我一直都这么喝的呀 可是不要说了 该干嘛干嘛去 我都收拾过了 我都收拾过了 她怎么又收拾一遍 难道她是醒气我 我没收拾干净 气死了 阿媳妇 你要在那边擦 去把你里的花生收来 可是我这卫生还没弄完 怎么 我收的话都不广远呢 没有啊 婆婆 我马上去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 她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 阿媳妇啊 我感觉我儿媳妇 开始嫌弃我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我看你对她可好了 是啊 我平时对她也不差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你呀 就是太惯着她 都惯坏了 儿媳妇嘛 对她好一点也没错呀 我跟你说 你又要儿媳妇一筹 要不然以后 又你好熟的 这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 说了你还不信 那阿联是在你这边 还是在你儿媳妇那边 这个 再说吧 我先回去了 啊 我的话你要听 大不了吃亏的是你 喂 妈 阿联 妈有件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啊 我在工作呢 天天就工作工作 我问你 琪琪要是嫌弃我了 你说怎么办 哎呀妈 琪琪懂事着呢 你不要胡思乱想 那汪云要是嫌弃我了呢 你会站哪一边 哎呀妈 你不要无力取掉了好吗 我在工作呢 我先过来 先过来啊 先过来啊 再放心 我往前飞 飞过一遍时间 海 我们也藏在 经历受伤害 我得先帮我试试 这样可是不是像房客为主了 老板这上多少钱 爱这五元 赚泥爱子 我今天就把鞋子踩进去 看他敢不敢说什么 哎 老板怎么慢慢来 阿姬 我回来了 老板 怎么又不换鞋子进来了 好吧 管他跟阿妹说的一样 不过啊 也没事 我给你买了新鞋子 快试试 呃 你 怎么给我买鞋子 我看你鞋子都破了 所以就给你买了双新的 我还买了你最爱吃的鱼 我就给你做 哎 伯伯 你怎么了 我肚子有点痛 赶紧回房间休息一下 哎呀 你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拿药 伯伯 你好点了吗 嗯 好多了 今天应该听你的 不应该喝深水 嗯 深水呀 没经过高温 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菌的 哎 还是你们年纪人等的多 不过应该向你们学习的 也不是啦 婆婆 你教我们东西更多呢 还有好多点向你学习 可不要到时候嫌弃我 不说不假的 伯仙学习了 人老了 也习惯了原本的生活 很多老人家 都不愿意去接受 年轻人的看法 两个不同年代的人 一起生活 多少会有代沟 但是啊 一家人 终究还是一家人 想我回来 想我回来